國民黨知道我們要爭取年輕人的認同 不是靠華而不實的口號 我們一方面要提出具體可行 讓年輕人有感的這樣的政策、政見 另外一方面要讓年輕人知道 國民黨重返執政最重要的意義 其實是為年輕人打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一個和平、安定、繁榮、公義的台灣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想我們要持續推動黨的年輕化 讓更多年輕人理解 在國民黨年輕人是有機會的 我們歡迎懷抱熱忱的年輕同志加入國民黨 投入選戰 他們會成為國民黨的主幹 就像嘉欣說過的 證明國民黨正在蛻變 相信會有更多的年輕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來改變年輕人的未來 扛起國家的威力